那时沿路找了好久没办个车位终于看到希望 问题来了两辆机车一个停前面一个停后面 剩下的位置特别尴尬车完全进不去 似乎没耐心继续找车位 男子走下车东班西医发现前面的机车锁了龙头 勉强搬动但车依旧停不了 才会把后方机车拉到人行道上 费了一番力气才停号车 最后假装没事离开现场 事件都发生在桃园大主路附近 离清机车车主发现爱车被动时非常生气 掉约附近的监视器目的是揪出移车的驾驶 毕竟机车停在人行道上不只影响到行人 如果被检举违规开罚这笔账又该算谁的 驾驶为了自己的方便 差点就害人被开单大家也很不解 其实在往前走300公尺左右就会有一个停车场 不会完全没车位 车主将挪车的过程po到网络上 一方面是警惕大家千万别这样做 同时揪出当事人和自己道歉 否则接下来不排除 听出告诉 TVBS的廖宗亲网视纯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